各位委員 還有長官 還有貴賓 大家好 我是那個北區的弟子 我是王佩蓉 我現在 現在檢疫局剛剛已經都有說過了 只徵收小部分的五層樓的用檢疫的出風口 當檢疫的檢疫出風口 重點就是因為我們松台公益土地太複雜了 那現在我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的土地沒有那麼的複雜了 剛剛有些違建副他們是原始的成購副 他們願意 剛剛我們取得了聯繫 願意跟我們一起溝通 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違建副分兩種 一種就是原始的成購副 當年有很多的糾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另外有一份報告 等下送給委員 我們只要協調溝通就好了 就沒有問題 就會讓檢疫局很順利的拿到 然後至於二手三手的 其實他們買的就知道主委建副 那應該有相關的法律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不會造成主委委員太困難 來檢疫局取的這個土地 但是如果說就這樣子下了定義 讓這個珍州五層樓 讓我們松台公益 將來還是會亂 這樣也是會 再附送也是增加社會的成本 我再次這樣報告 那還有兩三件問題 三問題 我再問檢疫局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就是說要徵收我們的五層樓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目前有個建商 這是華府建設 他說我們的松台公益的土地 跟五層樓的土地要做聯合夠 然後上面呢 華府要蓋都根大樓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麼回事 檢疫局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 那還有說 它蓋都根大樓 也不需要所有的地主來同意 只要80%以上同意的話 他們就有這個權利 我只知道 都根大樓是應該是由檢疫局來主導 但是如果是要有指定我們建商 是應該是單一地主才有這個條件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的法條 為什麼要地主去簽約 然後第三點就 重點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到華府來做這個 怎麼 結印夠不夠 然後上面是多根大樓 我們的結印獎金 還有榮獎 是不是還有 這是我們弟子最擔心的 因為我們有違建戶要解決啊 如果這些才沒有 將來不是更亂嗎 好 謝謝 請委員都替我們考量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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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